BickBickChef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KC 今天會教大家做一個很傳統的德國麵包 是一個100%朗麥包 我們會用一個很傳統的 用三階段的天然酵母去發酵 我們希望做出來的麵包 是有朗麥粉發酵完之後獨特的果香 那種果香我會形容為一種 像紅酒發酵完之後的香味 和伴隨著一定的醋酸味 這次做的那個朗麥包 我們只是用朗麥粉 或者叫黑麥粉 有少少幼鹽 我們為了增加麵團的濕度 沒有水程度 我們會預先煮一部份朗麥粉 然後我們有一個天然酵母 比較大量的朗麥發酵的天然酵母 我們會放在一個低溫的地方發酵的 它會以醋酸和果香為主 如果不喜歡吃這麼酸的話 我們會配一些高溫發酵的朗麥種 它就會是乳酸為主 我們今天一會兒要做的事 就是將這四款材料拌勻 首先我們將湯粽放進去 這個高溫發酵的朗麥種 這樣會偏向乳酸 然後我將鹽和朗麥粉加進去 這個我們調節過最後的乾濕度 由於朗麥粉沒有小麥那種彈性的膚質 在拌勻的過程之中你會發現它比較黏手的 拌勻到這樣的狀態均勻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拌勻均勻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分割造型的部分 首先在桌面上灑一些粉 多一點都不要緊 最重要不要黏桌 接著我們的藤腩要預先灑一些粉 因為都比較容易黏藤腩的 多一點 那麼我們每一個麵團大概是1kg 我將它一開二 接著我們做一步工作 然後呢 輕輕力 將它摺疊 那麼注意不要黏桌面 又不要太多粉拌了在麵團裡 輕輕力 慢慢摺 慢慢壓 這樣你會發覺那個面慢慢會收緊 如果少黏桌面的話 就多灑一些粉 那麼它慢慢就會變成一個球體 那麼這個目的呢 就是除了將面有少許收緊之外 令到裡面如果有氣體或者有空隙 將它排除了它 最後呢 將它收口向下 這隻手好像一個碗形一樣 收回做一個圓球體 然後就可以放入藤腩了 下了藤腩之後呢 我們灑一些粉在表面 目的在於將表面吸乾 那麼它會自然龜裂 有一個很特色的裂紋 當裂紋張開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進步了 好 那麼快呢 我們發酵了一個小時 那麼開始看到表面有裂紋的時候呢 我們將它轉移到一塊烤布裡 轉移過去 一定要小心點 盡量輕手 放入一個預熱了250度的焗爐 再多焗七八個字呢 那就完成了 呃 人生ètement 你一定選擇 ol 被拚ivat